警笛山伴随救护车不绝于耳 耶路撒冷旧城西律门路口附近 经传持刀袭击事件 造成两名边境警察受伤 大批警方随后赶到现场将胜险击毙 是一名16岁巴勒斯坦少年 其中一名女警最后伤众不治 另有一名男警轻伤 以色列认定为恐怖攻击 还拘捕另一名嫌疑人 并在附近区域展开搜查 就怕还有其他袭击行动 自从10月7日以哈战争以来 当地紧张情势急速升温 暴力激增 知名巴勒斯坦生云人士塔米米 6日也在约旦河西岸 被以色列军队 以涉嫌煽动恐怖主义为由逮捕 现年22岁的塔米米 5年前为了阻止弟弟被捕 公然对两名以色列士兵胡巴掌 又提又踹 尽管为此入议服刑 但因此成为巴勒斯坦 对抗以色列的精神象征 最近他在社群面里发文 呛下药喝血啃鼓屠杀犹太人 同一天 东耶路撒冷也有另外23人落网 薪酬救恨 引燃尾巴更多战火 三菱新闻 全部报道 同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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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